美鳳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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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所有贊助的民眾 來這裡贊助 都能讓所有的人看到 我們要給贊助的鼓掌 這樣 主辦單位 簡訊把我招來 說是要我來上課 但是我是覺得 在今天這個場合 雖然我已經上課上一輩子 但在今天這個場合 我是絕對沒有資格來跟各位上課 各位在這裡的表現 太令人 敬佩 真的是很感謝你們 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從我小時候 一路走到現在 台灣的道路 真的是非常地坎坷 那我們 我小時候 常常看電視 看到電視上 美國的影片 有美國的節目主持人 或者是他們的明星等等 常常在公開的場合 虧他們的總統 嘲笑他們的總統 我小時候其實好羨慕 請大家給他們鼓掌 我小時候好羨慕 想說哪一天 在台灣 我們也可以開總統的玩笑 那個時候還是白色恐怖的時代 那個時候 我的老師 在中學裡的老師 在中學裡的老師 僅僅是上課跟我們講了幾句 我們都覺得沒有什麼的話 他第二天就不見 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代 各位年輕的朋友 你們真的很難想像 但時間過得真快 我還記得前不久之前 就在那條路上 我們 廢除刑法100條 因為那時候 刑法100條 是只要發表 反對政府的言論 就是唯一死刑 在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 在台南醫院的門口 我跟李正元醫師等等 我們在那裡 一起被鎮包警察抬走 但是那個時候 已經是好多了 台灣已經進步很多了 大家加油 然後 時間過得很快 很快我們就可以 可以對總統丟鞋子了 我看到我們可以對總統丟鞋子 我就覺得我不需此生啊 台灣已經進步到 遠遠超越我小時候 所希望的那個夢想了 但是就在我 非常高興 非常興奮 高興到快 忘了我是誰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來 我們現在 所享受的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我們現在 一天都沒有辦法 失去的 這種屬於人的 有尊嚴的 大家心裡充滿 關懷與愛的日子 其實面臨著 即刻破滅的危險 因為強大的中國 在對岸 忽視眈眈的看著我們 因為在我們的內部 有一群人 他們忠心的 希望 就是把台灣送給中國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用 難聽的名詞 來稱呼他們 我們有很多現成的名詞 可以稱呼他們 但我只想說 他們跟我們的想法 不一樣 他們另有懷抱 別有陰謀啊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願意維持現狀 所謂現狀 就是一個獨立於全世界 有尊嚴的 走出去呼呼有風的台灣 但是就在我們這個 美麗的可愛的寶島上 有一群人 他們另有想法 別有懷抱 其實對於馬英九先生 我很久以來 一直嘗試著替他 維護他 替他辯論 我常常跟朋友講說 你們不要那麼的 責怪馬英九 他也許跟我們一樣 他也很愛台灣 他只是 在政治上 他用了一個比較 符合五千年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 比較曖昧的手法 在處理複雜的兩岸關係 我常常跟朋友這樣講 有一天我碰到一個朋友 他說 你確定嗎 我說 我希望是這樣啦 他說你最好不要這樣希望 我說你不能夠用 老一輩人的想法 去想馬英九 馬英九的爸爸 也許 是很想回歸中國 但是馬英九 是跟我們一起 在這土地上長大 他應該心跟我們一樣 我的朋友說 不會不會 不一樣不一樣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他有證據 我說你有什麼證據 他說馬英九的父親 死的時候 在他的骨灰壇上 有四個字 叫做 畫獨 劍統 就是要把台灣人 追求獨立的美夢 化解掉 然後漸漸的促成 兩岸的統一 我說你這個不能責怪馬英九 這是馬英九爸爸的念頭 老一輩的 從中國大陸來的人 有這個念頭 可以理解 可以原諒 我的朋友說了一句關鍵的話 從此以後我就明白了 我的朋友說 那個瓦罐 那個骨灰壇的那個瓦罐 固然屬於馬赫林先生 那四個字 可是馬英九幫他寫上去 馬赫林總不能召成骨灰以後 自己又爬穿鞋子吧 身為台灣的總統 最高領導人 他在他自己的父親的骨灰壇上 寫上 花獨 劍統四個字 這意味著什麼 就是在向中國人表態 告訴他們說 我雖然表面上是台灣的領導人 但其實我是你們的臣民 我是你們的奴才 從此我就明白了 我就明白 台灣一路走來坎坷的命運 現在還面臨著最後的最大的危險 這個危險 這個危險 遠比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來的可怕 這個危險 遠比蔣經國的開明專制來的偉大 來的可怕 這個危險 遠比國民黨 這些年來我們批評很多 貪污腐敗啊 保守 這個不知進步啊 遠比這些來的可怕 這個危險 就是要把我們的明天 從台灣的土地上拿走 而這個陰謀 它的最具體的表現 就是服貿協定 服貿協定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 非常龐大的內容 非常複雜 今天在這裡上課的好多位 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和老師 跟大家解釋很多 其實我們忙於生活 忙於學業的人 沒有人有時間 認真地去研究那些事情 所以呢 我們的在野黨 要求要逐條審查 逐條審查 未必能夠真正保得住 我們的利益 但那好歹 是一個最起碼的希望嘛 但是為什麼 當局 其實我不應該用 國民黨三個字 因為國民黨裡面 有很多意見不同的人 我只願意說 那一小錢人 以馬英九為首的那一小錢人 他們為什麼 這樣的不顧顏面 完全不移 完全要撕毀所有的民主的懲愧 為什麼要這麼粗暴 這麼惡劣的做這件事情 大家仔細想一下 我是很難採測他們的心情 但是我有一個猜想 我猜想 他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逐條審查 為什麼 因為福茂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協定 光它的文件 堆錢就非常非常的高 一般人沒有時間去看它 如果逐條審查的話 一天審一條 媒體每一天就報導一條 這樣一條一條的報導下去 全台灣的人就會知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是馬英九等人最害怕的事情 他們最害怕的 就是人民終於明白了 他們所依賴的 就是大家的無知 關於無知 關於無知 我下面要跟各位 講一個歷史 謝謝 大家知道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人類歷史上 在人類歷史上 發生了極大的悲劇 謝謝 這個悲劇呢 到今天 我們回頭去想 還覺得很難理解 什麼悲劇呢 我想很多人都看過 辛特勒名單吧 納粹黨人 在希特勒的領導之下 能夠一口氣殺掉 那麼多猶太人 你現在回頭想起來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事情 因為如果說 希特勒一個人瘋狂 或希特勒的手下瘋狂了 或希特勒的那一小群人 正如馬一九的那一小群人一樣 瘋狂了 這可以理解 但是要殺掉那麼多猶太人 必須要當時的德國人 全面的配合 不是普通德國人 是德國的學友專精的人 教授 學者 學生 知識分子 各行各業的 善良的百姓 必須所有這些人來配合 納粹黨人才能遂行其惡行 那我們不能明白 如果少數人瘋狂了 那也就算 人中間總是有奇怪的人 但是當全民都瘋狂的時候 這就留下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疑問 說到底那些人是怎麼回事 所以第二大戰結束之後 世界上有很多的學術 學界 學術界 對這件事情展開了追蹤研究 想要了解 人作為一種群居的動物 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沒有頭腦 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那有很多的研究 那以下我引述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非常有名 叫做電極實驗 主持這個實驗的教授 叫做Milgram MILGRAM 這樣有點像上課了 那Milgram 他在他的博士論文 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 他就已經做了這樣一個實驗 初步的實驗 這個實驗簡單講是這樣 就是在大學的校園裡面 心理系 這個葉魯大學心理系 簽出這個廣告 說徵求心理實驗的助理 那徵求來的助理 Milgram 就跟這些徵求來的大學生 無辜的 可愛的大學生解釋說 我要請你們幫助我們做一個實驗 我們這個實驗是一個疼痛的實驗 關於疼痛與學習的關係的實驗 就是我們隔壁有受測試的人 拜託你這個可愛的同學來幫助我們控制電壓 如果隔壁受測試的人回答問題回答錯了 你就給他一點電極 那如果他對的話 我們就給他打口 給他鼓勵一下 這樣 那我們想要瞭解 這個電極的疼痛 對於隔壁受測試的人的學習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那我跟各位做幕後的報告 這當然是假話 這謊言 隔壁其實根本半個人都沒有 真正測試的是 被廣告徵召來的可愛的無辜的大學生 那Milgram又告訴這個大學生說 你看喔 這個儀器上有一條紅線 當我們把電壓推到超過這個紅線的時候 那這個電壓就已經高到有致命的危險了 然後就開始實驗 那對方就答錯 其實那是錄音帶 然後這個Milgram就點頭 那這個來協助的同學 其實是被受測試的同學 就負責把電壓推上去一點 他推一點 電壓隔壁就啊 就叫一聲這樣 然後Milgram跟這個同學 他互相相似一笑 真的很痛 那隨著實驗的進行 隔壁那個虛假的人 打錯率越來越高 電壓越推越高 當電壓推到接近紅線的時候 這個同學就有點猶豫了 然後他就看著這個主持者 就是Milgram Milgram跟他點頭 叫他推 等他推到超過紅線的時候 那這個同學就不肯推了 Milgram說 你放心 我是負責人 我是主持人 你只是負責助理而已 不干你的事 那這個實驗大家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 要看看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 他們自己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到底有多強 實驗的結果 我告訴各位 70%的大學生 把電壓推到超過紅線以上 這個數字非常非常令人可怕 另外30%的同學 雖然並沒有把電壓推到紅線以上 但是他們也只是放棄參與這個實驗而已 就是把另外30%的同學 大部分就是說 到了情況有點危急 快要接近紅線 他說我不幹了 這個 反正他那個還有一點車馬費 什麼五塊美金的車馬 他說我車馬費不要 我不要跟你玩這個 就走掉了 非常讓我驚訝的是 在美國第一學府 高等學府裡面 當時就是1960年代的事情 在1960年代的時代 沒有任何一個同學 在當時 沒有任何一個同學 會做我以為我會做的事情 因為我在想 如果我是受測試者 我會怎麼樣 謝謝 如果我是受測試者 當我看到他要我把電壓推到紅線以上的時候 我不但是不幹了 而且我出來一定馬上召開記者會 揭發這個心理系的陰謀 我一定會幹這個事情 可是當時190060年代 耶路大學的學生 沒有一個人做這個事情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說 其實接受良好教育 並不是獨立思考之保證 其實恰恰相反 讀書讀得越多 越尊敬權威 當權威說幹吧 他就幹了 這個實驗充分的解釋 希特勒是為什麼可以成功 因為他動用了所有的教授 學者權威 告訴德國人說 猶太人該死 殺一個猶太人就是救一個德國人 這種口號在當時 這麼荒謬 這麼無恥 這麼 這麼離奇的說法 當時的德國人居然會相信 所以各位親愛的年輕的朋友 你們坐在這裡 你們是那百分之三十中的 另外的百分之三十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精英中的精英啊 謝謝 你們是真正有判斷理的人 但是正如聖經上說 通往幸福的門是窄的 進去的人是少的 正如孫中山曾經說過 先知先覺的人是少的 後知後覺的人是多的 所以當各位年輕的朋友 當你們回去遇到你的同學 你發覺你的同學跟你之間 有相當大的落差 甚至於當你回去遇到你的父母 你的長輩 你發覺他們跟你之間 有相當大的落差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要跟各位說 請你不要覺得驚訝 人類的社會 透過教育的改革 真正建立獨立思考 批判能力的教育 還從來未曾實現 不是在台灣是這樣 在歐美也是一樣 但是每一個社會裡面 都有先知先覺者 先知先覺者 不足以驕傲 先知先覺者 肩膀上的責任 是異常之重大 所以當各位在這裡守了幾天 說不定還要守很多天 你們很辛苦很累 在這個很辛苦很累的時候 我要告訴各位 請你記得 因為你知覺的早 所以你付出的多 因為你付出的多 所以你是一個更值得存在的個體 接下來 最後的問題就是 那到底我們怎麼辦 以上我講的那些 讓大家充滿了灰色的思想 其實就是沒有救了啦 福茂這麼複雜 國民黨動用這麼多的資源 對不起我不應該說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裡面 反福茂的大有人在 馬英九那一小群人 他們動用了各種資源 用各種手法來欺騙人民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希望 那我要跟各位講 有沒有希望這件事情 沒有人敢預言 但是我們縱觀歷史的發展 我們觀察 我們回憶 我們研究 我們祖先所走過的道路 我們就知道 我們只要多努力一分 就多一分希望 我們只要多努力一點點 那個希望就離我們近一點點 我們只要多付出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土地 保護得更好一點點 兩三半年以前 我們的祖先 從福建的沿海 遠渡從洋 跨過九十億森的黑海溝 來到這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他們為什麼來 歷史課本告訴我們說 因為福建沿海 休靈太多 耕地不足 謝謝 生活艱難 我們的祖先 因為謀生不義 所以跑到台灣來 另辟前途 這是我們在課本上讀到很多遍 我在台大教育學程 開教學方法課的時候 我們歷史系的同學上台來 做教案的報告 也是這麼說的 當時我就請教我們歷史系的同學 那我作為一個歷史的外行人 我是學數學的 我作為一個歷史的外行人 我請教一個問題 說 如果是因為福建沿海家鄉的生活 謀生不義 那大家都知道 蘇航是與你之鄉 我們的祖先 為什麼不去蘇航謀求發展 一定要渡過黑海溝 當時渡過黑海溝 真的是持去久不回 何況清朝政府 還有非常嚴厲的海進政策 那這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我們的祖先為什麼那麼笨那麼傻 放著那麼美麗的蘇航 複數之地他不去 他一定要跑到台灣來 他身經病 我們歷史系的同學居然跟我講說 這個問題很對不起 我們歷史研究所沒有研究 我說拜託你 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我可以一起研究 但你不要把歷史研究所拖下水 查達歷史研究所 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把查達歷史研究所給他關掉 一個不關心人民的學術機構 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那後來我們全班同學一起討論 其實答案非常明顯 謝謝 蘇航雖然是與你之鄉 但是他所有的資源已經被分配了 所有的權力已經被掌控了 台灣來到台灣雖然非常危險 但是台灣是自由的天地啊 所有開墾者 拓荒者 都是自由的追求者與愛好者 那就是我們的祖先了 我們祖先立下點放給我們 說世界上有黑海溝 有台風 有暴政 這些都不可怕 只要我們擁有自由 我們就可以創建自己的家園 這就是我們現在說 立足了台灣的這塊土地啊 我們如果不守護這塊土地 我們如何對得起我們的祖先啊 所以 各位 讓我們在這裡堅持 讓馬英九那一小群人 知道說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污蔑 雖然大多數人還不進入狀況 我剛從那一邊 新島東路過來 新島東路 有很多人在台上講 他們的經驗 不但父母不知道福茂是什麼 台大醫院的醫師也不知道福茂是什麼 我在那邊聽到有一位同學的報告 說他因為他受傷去台大醫院 那個醫師問他說 你這怎麼搞啊 他說我去福茂 那醫生說 你這個不用吃藥 不用喝藥 因為醫師以為他要喝福茂 那個感冒藥 所以 我們這個社會 現在沒有多少人知道福茂是什麼 有人以為是加油站 有人以為是感冒糖漿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命運就被出賣了 雖然如此 但是我跟各位講 只要我們努力 只要我們堅持 我就不信良心換不回 我就不信頭腦不會清醒起來 我就不信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小孩會糊塗一輩子 不可能的 各位 我們既然先明白了 我們有一份責任 我們要把我們的親愛的手足 我們的長司長 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頭腦 都換起來 只要我們明白了 我們自然會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不反對跟中國人 有任何的做生意 或來往 我不反對跟中國人交朋友 台灣人願意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交朋友 我們是熱愛朋友的民族 但是我們拒絕被人家欺賣 我們拒絕被人家併吞 我們拒絕被人家欺騙 我們拒絕用不正當的手段 在這個偉大的國會的殿堂裡面 出賣我們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 破壞程序正義 就是破壞了正義的本身 我們不能容許這個事情 現在的年輕的朋友 我沒有資格來跟各位上課 那我已經講太久了 謝謝 謝謝